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我们谈到了美国例外 我们现在终于也发现 北约重要的三个国家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法国 法国虽然不是北约 但是他是北约的盟友 这三个国家一直呼吁 俄乌战争必须停息 否则战争再拖下去的话 那欧洲除了经济以外 包含能源等等 他所有的政策都要改变 那换句话说 英法德希望停战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美国不同意 那美国不同意的状况之下 他还源源不断的 受军事物资给乌克兰 对抗俄罗斯 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已经讲了 他说北约企图想要 枝解俄罗斯 因为普京现在发现 除了俄乌战争以外 中亚的情势已经是非常的不稳 那很多地方都已经发生了反俄的作为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请到我好朋友 华人智库董事长 哲学博士 欧崇敬 我想问欧教授的是说 北约真的是有这个实力 能够肢解俄罗斯吗 选担回来没有 而且美国也不敢真的肢解俄罗斯 他生怕这个远东共和国那边 一旦肢解掉了以后 中国就收复过去所损失的领土 这下美国会觉得他亏得更大 所以他既没有要肢解俄罗斯 又要声称要肢解俄罗斯 而且把锅故意甩给北约 老实说 英德法三国其实是不想替美国 背这个黑锅的 这三国早就知道 不要再玩下去了 因为目前为止已经是深蒙其害 而且老实讲美国已经获利很多 到这里可以告一段落了 现在怎么把这个山给收了 把这个场给收了 其实还真的需要技术 但是这个技术不容易找 连美国单方面想要收这个场 也未必收得了 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两边的利益 是绝对的针锋相对 那么怎么办呢 他得找楼梯走台阶来下 这个楼梯台阶呢 他就想把锅甩给中国 认为是中国的危害 这样看起来 好像比较可以找出一个借口 不过呢 中国早就料到了 所以中国提出了 12项的整个和平条约的 常识 这个合议书 那这个合议书出来 象征的说 中国其实是要让俄罗斯跟乌克兰 尽可能走向和平之路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事实上中国跟俄罗斯 以及跟乌克兰 老实讲 这两个国家与中国 通通都有双边的各种友好协约 和各种合作协约 那么你可以看 不管是央视也好 凤凰台也好 所有的报道 对于俄罗斯跟乌克兰两边 几乎都是平衡报道 照这样来说 其实从这个战争的开始到现在 中国并没有真的偏向任何一方 而且他事实上和他原来的合作结构上 也没有偏向任何一方 所以这时候其实是美国 片面要操作这样的一个特殊关系 老实讲 我们都不是美国人 谁也没有义务要替美国去把守 他们特殊那一群白宫少数人的利益 因为也不是美国所有人都获得利益 所以在这得把话特殊点名了 事实上就是美国这群少数政客想要玩弄手段 而且获得更大的利益 的确现在中国大陆他提出了12项和平协议 他主要就是说中国大陆认为说未来的和平这条路是非常的长 那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停战 双方坐下来谈 那其次就双方他各有立场 还有他的利益的问题也可以上谈判桌来谈 这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为什么在一年之后 他必须他要介入的原因 因为包含北约在内认为说能调停纷争的一个是美国 可是美国不放手 当美国不放手的时候 他们就寄望于中国大陆 这也就是说法国总统马克宏 还有北约重要的国家都提出了 还有欧盟的执委会主席都提出了要访中 为什么反中就是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出面调停 因为美国他现在在扯后腿的状况之下 那唯有中国大陆或许能打开一道和平曙光 第三段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欧教授 谢谢王哥 谢谢王哥